如果我們有兩個功能 F跟G成為一齊的話 我們會一次過微距 這個大家應該知道是怎樣做的 我們說是輪著微距 什麼輪著微距 譬如F微距的話 G就不微距了 加上另一項東西 如果F不微距的話 G就輪到微距了 這個當然微距一次是這樣的情況 但我們今次的問題 會想到 都是FG兩個功能 我們成為一齊 但我們想著微距兩劑 怎麼玩呢 如果真的微距兩劑 當然可以用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把樓上這個 因為這個已經微距了 你再微距一次 把樓上這個捉下來 再微距一次 當然會是真的寫出來的 就會是這樣的 F微G不微 加上F不微G微 整個括著它再微距一次 這個好處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就不爛計 如果真的計的話 你會發覺 因為為什麼 我們要微分 如果兩個東西加起來 我們是可以拆開 去慢慢玩的 所以會變成F微G不微 這塊東西微了 再加上我們後面 這個F不微G微 這塊東西再微 但你會發覺 其實這個 也是那個玩法 你當是裡面兩個功能 去微距它 它是不是又是拆兩項 這樣做 我們計算吧 如果這一項真的去到 拆開的話 我們前面那個微多一次 所以F就微兩次 G就不要動它 再加上 加上 就是前面那個不動 所以F是微了一次 那我的G 今次就微過G 所以變成F微G微 這個就是前面這塊 微出來的話 就拆了這兩項 後面這塊 後面這塊 我們繼續寫它 如果這塊的話 我們前面那個F微 G微這個就不動了 然後我們再加上 另一項 就是F 我們就不動它 G本身已經微多一次 我們就要微多一下 所以你說 就是這四項 當然了 你可以拆回撥號 你會發覺 如果整理好的話 我們F微兩東西 一個G 就會加 看到嗎 F微G微 F微G微 其實這兩項 是一樣的 所以其實有兩項 有兩個的F微G微 在這裡 再加上 最後這一塊 就是F不微 G微兩東西 所以你會發覺 其實這一個 就是我們最終得出來的 FG 兩項一乘 我們微它兩次 的話 拆出來就會是這樣的 模樣 其實呢 它基本上 跟我們的二項展開 是好幾次 回想我們剛才做的 做到什麼呢 我們說 如果它是兩項 已經加上 我們去微它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拆做兩項 分別 去慢慢玩 所以我們 其中一塊 其實它都是兩個功能 裡面兩塊的成馬 它要不就抓著前面那塊的微 要不就抓著後面那塊的微 要不就抓著後面那塊的微 拆開兩項 即是說 如果我們拆開每一項 其實我們最後會發覺 F和G 它總共微了幾次呢 就一定 總共微的次數加起來 一定是會等於 我們 一開始我們要求微它 幾次 即是這裡兩次 你會發覺這裡 F就是微了兩次 G沒有微 又或者這裡 F沒有微 但是G也微了兩次 這裡 我們可以說 在三次 FG 我們先當今次微三次 微三次的話 其實我們也是 FG 總共 出來的 最後 是微的次數加起來 一定是三次的 有些項目可能會有兩個 F一個G 但是那個次序不同 比如說 FFG 或者FGF 或者GFF 三種不同的順序 但是它出來 都是F微兩次 G微一次 我們可以說 在三次裡面 選一次出來給G 所以可以叫做3-1 所以這就是那個組合 就是那個二項系數的玩法 即是說 其實我們很容易 其實已經可以得出了一個結論 即是說 如果我們FG 我們真的 叫做 比如微距N次 即是 叫做微距N次 我們其實就可以叫做 我們用心 來表達 比如叫做K K叫做0N 我們說系數 其實根本就是二項系數 就是N-K 那F 我們可以說 叫做微距N-K次 那G 就可以叫做微距K次 所以基本上 它的樣子 跟二項字可識 差不多 真的舉個例子 很簡單 比如說FG 今次玩大一點 真的微距4 4片 看得很清楚 那它會怎樣 其實就不用慢慢計 我們知道 首先它的二項系數 叫什麼 叫14641 叫14641 我們拆開來看 那這裡加起來 總共五項 首先 我們說 就當 全部微距F 所以F 就會微距1 2 3 4 4次 G沒有微距 這次是F 微距3次 G 當然 這個會有F 微距2次 G 又微距2次 接著這個 F 就微距1次 G 就玩它3次 最後F 就不動它 G 就玩到4次 所以這裡 五項卡在一起 其實就會是我們 FG 微距4次 最後剪開出來的玩法